何文生总计有11个女儿 那么也就是说 理论上何文生应该有11个女婿 何文生目前还有几个女儿没有出嫁 所以他一生并没有看到自己全部的女婿 大方的何超雄 二方的何超霞 还有三方的何超云跟何超莲 还有四方的何超新 目前都还没有结婚 其中何超雄跟何超霞 更是肯定不会结婚了 何文生的六个女婿 其实也是故事不少 比如说 许静恒就一直备受关注 许静恒跟何超雄离婚之后 又娶了李嘉欣 可以说关注度比明星还高 许多人也认为 许静恒是何文生最可怜的女婿 因为许静恒的父亲 虽然留了几百亿给他 但是许世勋 害怕许静恒乱花钱 于是他就定了一条规定 许静恒跟李嘉欣 每一个月只能花两百万 许静恒守着庞大的家业 但是却不能花钱 真的是很可怜 不过有一个人 比许静恒可怜 他就是何超凤的前夫 何之坚 何之坚才是何文生最可怜的女婿 为何这么说呢 许多人都知道 何文生退休之后 选择了何超凤当接班人 让何超凤接班了奥伯 这也等于说 何超凤成为了何鸿燊的接班人 要知道 何鸿燊有17个子女 可以成为何鸿燊的接班人 其实真的不容易 妻子成了家族接班人 何之坚本来也应该 跟着成为大赢家才对 不过 何之坚却在妻子接班之前 突然被踢出了何家 在何超凤接班之后 许多人才知道 何之坚已经跟何超凤离婚一年了 何超凤对外并没有解释 何超凤也说 尊重妹妹的选择 那么何之坚 为何会被突然提出何家呢 有人分析 这是何超凤为了接班做准备 目的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为了接班 何超凤才跟何之坚离婚 何之坚也是出身香港豪门 他的父亲何寿康 是香港的大马主 何之坚跟何超凤 也是在家族的安排下结婚的 两个人结婚多年 并且生下了两个女儿 何之坚跟何超凤结婚之后 一直在岳父的公司帮忙 也算是为何家做出了一些贡献 不过到了最后 何之坚还是意外出局了 那么何之坚跟何超凤离婚 到底是不是何超凤为了接班 做出的牺牲呢 答案应该不是的 有媒体报道 何之坚跟香港一个女明星 存在绯闻 这个女明星曾经客串过 窃听风云里面的片段 当然 这个事情也没有最终被证实 不过从理论上 何超凤虽然成为了 奥布的联席主席 独揽了大权 但是股份并不是属于他一个人 何无声早就把股份 分给了各房的太太跟子女 何超凤也不过是分到了 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即使何超凤跟何之间不离婚 其实也无法分走何家的资产 另外一点 就是何家的资产 都是属于家族信托基金使用 每一个子女跟太太 不过是享有信托基金的收益权而已 并不能随意处理这些资产 另外 何家也肯定成立了家族办公室 家族资产 还有家族事务等等 肯定是会通过家族办公室来打理 比如说 香港豪门李文达家族 他们就有一个规定 通过婚姻进入家族的成员 是没有信托基金收益权的 这就避免了因为离婚 而导致家产被分割的问题 何欧生家族 也肯定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 其实 何之间跟何超凤已经结婚20多年 离婚主要的问题 肯定是因为两人的感情 何超凤跟何之间离婚 何之间也应该可以分到一些钱 不过整体应该不会太多 其实何超凤跟姐姐何超穷也非常像 两个人都是事业型的女人 这样的女人 其实很多男人是无法接受的 因为他们几乎把全部的时间 都花在事业上面 何之间当然也不傻 自己虽然和何超凤离婚了 但是二房五个子女 只有何超凤跟何游龙生的孩子 何之间跟何超凤有两个女儿 何游龙有一个女儿 这等于说 以后二房全部资产 都会由这三个孩子平分 算起来 何之间的两个女儿 至少将分到二房三分之二的资产 其实 资产分给何之间 未来他也是留给自己的女儿 所以自己离婚分多少 就不是问题了 二房现在的资产超过了千亿 单单是何超凤个人民下 就有500亿的资产 何超凤控制了信德集团 跟美高美集团两家上市公司 当年 美高美上市之前 何超凤减持股份 就套现了100多亿 另外 何游龙还控制了新豪国际 这部分的股份 价值也超过了百亿 二房还有澳博的股份 另外 还有不少的固定资产 总资产 应该不会少于1000亿 何之间有两个女儿 如果按照一个亿来计算 那么未来 这两个女儿 也将至少分到600多亿的资产 何超凤今年已经50多岁了 他也肯定不会改嫁了 所以肯定不会再生育了 二房其他人年纪也都大了 肯定不会再生育 唯一有机会生育的何游龙 却自己放弃了 因为他的妻子罗秀英 身体不太好 何之间虽然被踢出局 自己无法跟何超凤一起享受权利 但是他的两个女儿 却将成为大赢家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李嘉诚女友与闺蜜何超穷男的同框 两个百亿富婆 打扮得像大妈 人气场十足 2020年5月26日 98岁的赌王何欧生 在养合医院女士长辞 在何家四房人齐心协力下 赌王的后事办得隆重得体 在那段期间 媒体几乎每天都追踪报道 何家人的动向 何家上下轮流上新闻 外界都因此对何家四房人的名字 耳熟能详了 在赌王丧礼结束后 何家人生活重新步入正轨 但外界对他们的关注仍未停止 日前三胞集团老板女儿 袁九儿在社交网公开的一张合照 令她与赌房四泰小女儿 何超新任正非小女儿姚安娜的友情 成为网友谈资 随后三人又分别在社交网上 上传了多张合照 在台上穿着同样的服装跳舞 颜值和舞蹈实力都直逼女团 还自称创造营南京小分队 据悉 三位富豪千金 在国外留学时 相识结为好友 且三人都曾参加过巴黎名媛舞会 家世相当 因此网友都笑称 有钱人的朋友圈 真的是一个圈 无独有偶 在8月14日 也在港媒曝光了二房找女 何超琼 同样富贵的朋友圈 当天 她与知己余真 及好友周凯璇 三人同时被拍到 现身商场的议食餐厅 港媒拍到 余真与何超琼一起进入餐厅 约一个小时后 穿着黑衣黑裤的余真 率先走出餐厅 她与何超琼的关系 不需要再坠言 二人的绯闻被传了十年 至今人情比金尖 随后 同样穿着一身黑的何超琼 与李嘉诚的红颜知己 周凯璇 前后脚走出来 这次会面 当然不是偶遇了 事实上 何超琼与周凯璇 是多年的好友 二人多年前 就被拍到一起吃完饭后 同车离开 当时 何超琼身家256亿 周凯璇也有36亿资产 因此被媒体称为 300亿富婆饭局 据悉 周凯璇年轻时 与知名电影人 施男生 林青霞 已分属好友 而后 两者与何超琼 也是友情深厚 大家都有同样的好友圈 在赌王丧利上 除了林青霞与施男生 结伴一同露面外 周凯璇也穿着黑衣出席挚哀 并在左胸处 带了一朵小白花 当时有指 周凯璇是李嘉诚方面的代表 现在看来 其实她是作为何超琼的好友到场 足见两人交情之深 时至今日 两位城中女富豪的身份 已经暴涨不少 在今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上 何超琼以287亿港元的增加 成为香港第25位大富豪 周凯璇也迈进百亿行列 有报道指 她保守估计 坐用120亿港元的财富 在这天的400亿饭局上 两位城中有名的女富豪 排场有点不一样 59岁的周凯璇 向来有健身习惯 最喜欢打拳 因此身材保持得相当好 平时穿着和身小西装的样子 十分煞爽 这天与好友聚餐 她顶着标志性的短卷发 一身休闲打扮 上衣宽松 有点像大妈 但在两名高大的外籍保镖保护下 戴着口罩的周凯璇 依然自带身人物尽的气场 可能是未复首校的关系 何超雄穿得看起来不合身的黑衣黑裙 脂粉未湿 样子仍然有点憔悴 但与前两个月相比 气色已经好了很多 何超雄在与周凯璇道别后 独自坐首幅电梯离开商场 身边并没有保镖陪同 在被记者一路追拍时 她依然不动声色 维持酷酷的表情 不会是商界女强人 在离开商场途中 何超雄陆玉好友 停下谈笑一番 看得出来 她的心情不错 随着时间的流逝 相信她的丧肤之痛 慢慢会被抹拼不少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